新措施之下,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 到访大学和地方政府官员会面, 或者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都要先取得批准, 但没有指明哪些外交官员会受新措施限制。 美方也会将中国领事馆和领事人员的社交媒体, 标示为中国政府账户。 国务卿蓬佩奥说, 措施去回应中国长期对美国外交人员施加大量限制, 包括禁止使用中国社交媒体。 蓬佩奥说,如果中方撤销对美国外交人员的限制, 美方也都准备好撤回措施。 中方说,一直为美国驻华市领馆人员提供便利, 反而是美国多次设定限制。 这些行政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双边领事条约, 与法无拒,与理不合,与情不通。 这反映出美国反华势力已经丧失理性和自信, 得了反华妄想症, 必将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外交部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决定, 停止阻挠两国人员正常往来, 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应。 有线电视记者陆孝山报道